哇 這個火山奶油真的很厲害耶 我要立馬來吃一下 大家準備好了嗎 金光閃閃 非常的香耶 大家我是Ao 來夏威夷呢 我覺得我最懷念的一件事情就是 台灣的早餐店 因為像美國這邊呢 是完全沒有像是蛋餅啊 還有大冰奶這種東西 我問了很多夏威夷人吃早餐的習慣 他們有一個非常傳統的早餐習慣是 吃奶油 他們有一個火山奶油 聽說非常的有名 所以呢 我今天會去兩家早餐店 一家呢 是這裡當地夏威夷的40年早餐店 另外一家呢 則是這邊當地的麥當勞 這邊的麥當勞呢 為了迎合這邊夏威夷當地人的口味 特別推出了夏威夷限定菜單 是只有這邊才吃得到的 那我們先去看夏威夷人怎麼早餐吃奶油吧 外面好多人在排隊 大概有10組人在排隊 外面好多人在排隊 大概有10組人在排隊 大概有10組人在排隊 嗨 阿羅哈 我還有一個餐廳 餐廳 餐廳嗎 對 好 享受你 謝謝 我們現在要來試試看他們的這個火山奶油鬆餅 OK 它這邊有很多種草莓 鳳梨的口味 香蕭的 藍莓的 烏旋草莓的好了 你有任何推薦的 餐廳嗎 喔 餐廳嗎 對 我知道那是最有名的 對 餐廳很棒 我可以有莫可可 對 餐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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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等一下會點一個 就是他們的火山奶油鬆餅 然後我會再點一個剛老闆推薦的這個 Fuara Pig Pancake on Tarot Pole 好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讓我們就點點看 好的 飲料已經來了 這個是 Rilicoy 它是夏威夷的百香果 味道是跟台灣的百香果是不一樣的味道 然後這個是 線上的巴勒汁 他們這邊巴勒也都是紅色的 跟我們是那種白色的巴勒汁不太一樣 很清爽的感覺 它有一點點像台灣的百香果加鳳梨的綜合體 巴勒汁是我喜歡的那種味道 它是有點像我們那種 半兜有沒有 都會有那種白色大罐的巴勒汁 比較濃稠的那種 它是一模一樣的這個味道 還滿親切的耶 哇 這個火山奶油真的很厲害耶 我要立馬來吃一下 我覺得這邊很好的是如果你吃不夠 它還可以繼續免費加奶油 欸 很好吃耶 我覺得早餐吃這個很棒耶 但是我覺得每天吃應該感覺有點墜了啦 它就奶油跟大家一般想像 蛋糕裡面的那種奶油完全不一樣 它是很入口即化的 一進去你的口就 噗噗噗噗噗這樣子消失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上面有一些 應該是夏威夷當地的那種 夾著來一起吃就很好吃 完全沒有甜的感覺 鬆餅加新鮮草莓 再給我一坨奶油 它鬆餅是有點外酥內軟 有爆豬感 但是完全不會有負擔的那種味道 它這一份是大概15塊美金 它的五片大概這麼大的鬆餅 我覺得這兩個人吃或三個人吃 完全很夠的狀態 好 現在要來試吃這個老闆推薦的 番尼克蛋早餐 它是半熟的蛋加熱的菠菜 然後再加芋頭麵包 然後豬肉絲 其實還蠻意外的 因為我對夏威夷的食物沒有什麼期待 但是這個有驚豔到我了 這個真的是只有夏威夷才會有的早餐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跟講這邊的麥當勞 是他們當地人很喜歡吃早餐的地方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邊 就是全部都是dry through 然後大家就是在排隊的狀況 我們直接進去點餐 我們來點我剛剛所說的那個 限定 夏威夷限定版的 他們這裡麥當勞有很特別的是 他們有非常多的醬料 都是免費的 然後可以讓你自己去選 好 我現在在菜單上沒有找到我要點的菜單 可能真的是隱藏版菜單 我去問一下店員 你還要點餐嗎? 我還要點餐的 有多少? 我只要點餐嗎? OK 所以真的是隱藏版菜單 在菜單裡面沒有 要直接問店員 然後他才說有 大家準備好了嗎 金光閃閃非常的香耶 大家應該都沒有看過麥當勞有這種 有點像便當的這種餐盒 這個是夏威夷當地的食物 他主要就是飯 然後還有蛋 然後還有這個兩種不同的豬肉塊 那是叫做spam 然後他這邊就有附那個 他這個號餐特別的餐具 夏威夷的醬油 然後還有鹽跟胡椒 這個鹽跟胡椒呢 是看你要不要加在蛋裡面 我自己是習慣加鹽 所以我就先加鹽 太多了 醬油也是可以看你個人喜好 這個肉要加在飯裡面 我們先來撒一點點 好 先來試吃一下它的這個豬肉 還在冒煙 非常的油 還蠻像台灣夜市的香腸 但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個肉有一點太鹹了 它有另外一種火腿又長這樣子的 更鹹 好甜喔 總的來說呢 這個是非常美國人口味的 那我知道夏威夷也喜歡吃的很重鹹 所以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太鹹 你看看這個便當大概是6塊錢左右 雖然跟台灣比物價還是比較高 但是以這邊算是很便宜 所以還是蠻多人會來這邊吃早餐 好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吃完兩家早餐 然後肚子非常的飽 我自己個人可能還是因為習慣的問題 我還是覺得台灣早餐比較好吃 但是夏威夷的早餐店呢 我感受到台灣人的親切感 我們在拍片的時候啊 陌生人就會主要來問說 欸你在拍什麼youtube啊 我要訂閱你的頻道 我也想要聽聽看大家的意見 或是大家有想要知道什麼 美國的其他主題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希望我的頻道記得要訂閱按讚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至上次鳳梨酥大成功之後呢 我決定什麼東西都來推推看 泡芙啊 紅衣麵 乖乖一定要 鱈魚相思 你覺得你們兩個喜歡吃 一些台灣的食物在店裡嗎 所以我剛剛去問老闆 要不要吃吃 然後他說 好 我們帶來台灣的食物 特別是這個 台灣的食物很棒 我想問她 如果她想 放在店裡的台灣的食物 坦白說 我喜歡因為 我女兒吃這些東西 嗯哼 你覺得我可以放在這邊買嗎